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相信大家最关注的都是经济吧 那么经济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古代守护者系列的宝箱 这边的话呢 如果你要补偿回去的话 就是可以用任何一个神话级别的技能 而且是刻印的也可以哦 那这个部分 如果说之前没有使用掉的话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已经使用掉的话 那问题可就大了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时间 大家看一下 他从8月29号今天就已经通知嘛 那如果说你要替代项目的话 他说要在9月1号到9月30号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去处理这一本经济 假设你有使用这本经济 就必须要在这一个月之内 想到办法来处理你这本经济 否则的话呢 从10月17号开始 到11月30号这段时间里面 系统会进行这个回补的这个删除作业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就会被这个终止账号啦 所以这个大家特别要去留意一下 那说到回补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次大家这个状况啦 那从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搜寻回收经济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大概有十几本的经济 就是从第二之王之后 所掉落的经济 大概有十几个经济 都会面临到这个 虽然说 我们还不知道说 这些人的经济 有没有被使用掉 但是这里面就是有十几个人 会遇到相同的状况 那么在短时间里面呢 你看只有一个多月时间准备啊 短时间之内 相信很多人 是没有办法去弄到一本经济的 那么我们这边呢 也帮大家想到了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在游戏里面呢 大家可以用这个名誉币 去购买一本这个经济 就是这个扩散攻击 叫特殊攻击 那特殊攻击的部分呢 他在血蒙商人里面去卖 是400万的名誉币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自己血蒙商人 那如果可以的话 官方可能 或许 我们只能推测啊 可能可以透过这一本 400万的经济 去让大家回补这个经济 但是呢 目前官网也没有公布说 能不能用这个经济 他只有写说回收任何一种神话级别的技能 科应亦可 但没有说这个血蒙商人里面买的算不算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就不太确定了 只是说 所以你只要从异常游戏行为里面去取得的道具 通通都被列入这个所谓的回收的这个道具里面 但是照以往这个潘朵拉或者是金粉的案例来看的话 可能后续官方会再推出第二次第三次等等的这种公告 让大家去用其他的方式来做一个替代 那这部分就只能说我们帮大家想到这个方法 但能不能做呢 就能等官方后续的这个公告啦 好 那不知道大家对于影片呢 对于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影片留言 那也希望大家 如果你刚好在这个事件内的呢 也可以安然的度过这一次的事件这样子哦 那我们影片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 感谢大家召唤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 我是编总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